随着2024年度俄罗斯大选落下帷幕,普京以88%的绝对优势得票率胜出,将于今年5月7日正式开始他的第五个总统任期。 不过,虽然普京的胜选是意料之中的,但按照俄罗斯法律,新一任总统需要重新任命总理,组建一个俄罗斯政府,也就是说在即将到来的5月。 现在的俄罗斯政府高层将面临全面洗牌,而普京也将面临一个重要抉择,挑选俄罗斯的二把手,这里是史约馆,订阅我,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 而在即将重新选拔的俄罗斯政府高层官员中,谁能当上新一任俄罗斯总理,被外界视为重中之重,要知道,今年普京已经71岁了, 而俄罗斯总统的任期长达6年,有观点认为,下一次俄罗斯大选时,77岁的普京可能不会争取连任,也就是说,这可能将是普京的最后一个总统任期,而这一届俄罗斯总理,很大程度上将成为普京的政治接班人。 对中美来说,谁当俄罗斯的二把手,意义重大,从中可以一窥俄罗斯的未来政局走向,也能够未与筹谋早做打算,尽早确定和俄罗斯的关系走向。 作为现任俄罗斯总理,米书斯京能否再次被选为俄总理,成为普京真正的接班人,这也是全球都在关注的重要信号,但就目前来看,恐怕米书斯京自己都很难确定,自己还能不能实现连任,为啥? 因为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米书斯京的处境颇有些尴尬,自2020年上任以来,米书斯京的表现不可谓不好,他成功地带领俄罗斯抗击了疫情,同时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发挥了自己经济学上的支持。 专场,推动俄经济在受制裁的情况下,继续稳定增长。 但他最大的问题同样也出在这里,对于现在的俄罗斯来说,米书斯京太温柔了,米书斯京是经济官员出身,他在俄政府内部表现得太过于技术官员, 因此他一直与俄乌冲突保持着相对的距离,鲜少发表自己对俄乌冲突的看法和评论,甚至可以说是表现得毫无政治野心。 因此,普京的著名政治盟友,俄政治家尼古拉·帕特鲁舍夫就曾明确批评称,米书斯京太过于自由主义,他或许适合担任总理,但他不会是普京的接班人。 同时,也有评论认为,米书斯京作为总理太成功了,但他又不想与俄乌冲突联系在一起,这使得他无法真正融入普京的核心圈子。 因此,普京确实有足够的理由不再选择他作为总理,而是选择一个新的,更具有领袖气质的政治家作为接班人。 那么在其他年龄,能力都符合外界期待的俄政治家中,谁有可能获得普京的信任,成为普京的二把手乃至接班人。 有评论认为,同样是经济学出身的现任俄副总理马拉特·库斯努林,有可能是普京心仪的人选,他也是俄政府负责重建俄控乌克兰地区的总负责人,与俄乌冲突的关系非常密切。 同时,也有人认为,更加鹰派的俄农业部长德米特里·帕特鲁舍夫有可能获得总理提名,他也是前文提到的尼古拉·帕特鲁舍夫的儿子,和普京关系密切,一方面他具有很强的政治影响力。 同时,他的鹰派立场可能更适合作为一个领袖,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有着强人传统的国家来说。 选择一个强硬的鹰派大佬作为接班人,更容易震住场子,因此,这一猜测确实有一定的可行性,值得注意的是,德米特里·帕特鲁舍夫在公开场合对中国态度友善,还曾多次推动和中国的经济合作。 当然,类似的传说还有很多,甚至有猜测认为,梅德维·杰夫有可能会重返克里姆林宫,但在5月7日之前,恐怕谁也无从得知,普京究竟会选择谁作为下一任总理,乃至未来俄罗斯的接班人。 不过,普京担任了这么久的俄罗斯总统,对于谁更适合接班成为未来俄罗斯的领袖,他心里应该是有数的,我们也只需要等上一会就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了。 4月8日报道,当地时间周日,以色列国防军宣布了一个重量级的消息,以色列将从加沙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撤军,以军虽然没有对撤军的原因和撤军的规模做出详细的解释, 但有以军消息人士透露,以国防军打算将当前部署在加沙的大部分部队撤离,仅留下大约一个旅的兵力维持对加沙地区的控制,据悉,此次以军撤出的部队主要来自以国防军第98突击师,该是下辖四个突击旅和一个炮兵旅,以及多支后勤保障部队,而来自以国防军第162师和纳哈尔旅的部分部队将继续留在加沙地区驻守,总人数约为数千人,虽然自今年年初以来, 以国防军一直在削减在加沙地区作战的兵力,但如此大规模的撤军上述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首次,虽然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经消灭了大部分哈马斯,并宣称在加沙之后继续进攻拉法,但与此同时,以色列也留下了一个悬念,就是这是否意味着对伊朗的主动示弱? 以避免遭到伊朗更强硬的反击,以色列虽然没有明说,但外界普遍认为,以方选在这一敏感时刻撤兵,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至于以色列人为什么要跑,外界可谓是众说纷纭,谁都说不准,不过就目前来看,这可能与伊朗,美国乃至以色列自己的内部问题有着直接关系,首先,以色列方面当前表现的确实是耸了,虽然内塔尼亚胡还在嘴硬, 宣称以色列不会屈服于外国压力,并接受这些国家的极端要求,但以色列仍派出了谈判代表团前往埃及,并预计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通过埃及作为中间人,与哈马斯组织的谈判代表团展开谈判,以尽可能和平解决加沙冲突,而以色列撤军也好,谈判也罢,他在加沙冲突上做出重大退让,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因为伊朗当前对以色列的威胁,据悉,在以色列空袭伊朗, 继续外交设施,导致伊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遇难后,伊朗方面已明确表示要报复以色列,中东问题专家加赫雷曼普尔表示,伊朗有可能使用无人机或弹道导弹,对以色列的某个驻外使团作为攻击目标,以回应以色列的空袭,为此,以色列已经关闭了28个驻外领事馆,不过,他同时也表示,当前伊朗在中东的战略位置仍然是孤独的,伊朗不太可能主动与以色列全面开战,导致更多国家, 乃至美国卷入这场战争中,因此伊朗的报复手段可能会十分克制,而除了伊朗对以色列的明确威胁外,美国方面对以色列的政治施压也是一个原因。 据悉,当前美国政府的大多数精力被俄乌冲突吸引,拿不出足够的实力再去干预中东局势,因此只能不断向以色列施压,要求以色列方面不再扩大事态,避免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影响力进一步下降,同时避免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面临直接的安全威胁。 而这也是此前以色列政府与美国官员多次谈判,却不欢而散的主要原因,最后也是最直接的一点是,以色列政府内部存在的问题正使得内塔尼亚湖不得不接受和平,巴以冲突至今已经半年。 以色列国内大量民众都在呼吁政府进行和平谈判,而出现了较大人员和设备损失的以国防军,更是对主战的内塔尼亚湖十分不满,据悉,以民间和政府内部希望内塔尼亚湖下台的呼声都越来越高,前以色列防长甘辞的民众支持率都已超过了内塔尼亚湖,如果内塔尼亚湖再不以撤军作为接受和平的表态,他恐怕要先被美国和以色列民众扯下政坛了,当然,总的来说, 以色列本次撤军和派遣谈判代表团对于和平解决加沙问题都是有建设性正面意义的,而未来以色列和哈马斯的谈判期间将是本次巴以冲突能否解决的关键节点,我们期待内塔尼亚湖能够及时悔改,不要一意孤行地推动安全局势恶化,否则,中东冲突一旦扩大,只会有更多的百姓流离失所,血流成河。